郑长官,你有没有想过,你这小生意做不下去了,你要去干什么? 之前还真是没想过这个问题,我这铺子是自己的,不需要租赁银子,每天守在这里,能赚一文就试一文呗。 这倒也是,不过这样的生活又有什么意思呢? 宋臣知道,这个世界上有各式各样的人,每个人的想法、理解都不同,所以选择的生活方式也不尽相同。 没意思,却也没法子呀,总归是要过日子的。 郑长官脸上有些落寞,他也不愿过这样的日子,可日子就是被他过成了这个样子,也就是在两人的聊天里。 宋臣才知道,他原来在外地是与一个女人有过一段情缘的,也正是因为那个女人,他才彻底地窝在了这个镇子上,再也没有出去过,一两个时辰很快就过去了。 宋臣估摸着,他差不多要回去了。 这是今天不来了?那我先回去了,明天一早再过来。 你们北关村离镇上境吧,要不我给你叫个车吧。 一个多时辰吧,不算远,我去看看有没有牛车。 比起坐牛车,宋臣还真是宁愿走路。 牛车又臭又颠簸,他受不了。 离开杂货铺的宋臣想了想,还是去了趟回春堂。 自从上次真酒之后就没有来过,也不知道苍修玄到底恢复得怎么样了。 虽然对自己有信心,可问问到底心里安心些。 今日,回春堂的崔掌柜不在铺子里。 宋臣问伙计也问不出什么来,也就没说什么。 结果,人刚出回春堂,就被钟掌柜叫住了。 宋姑娘,宋姑娘,留步! 哎哟,您可真是让我好吵呀。 钟掌柜气喘吁吁地跑到宋臣的面前,好半天气都喘不云。 宋臣就这样默默地看着他,等着他把气喘匀了再说话。 我是来找宋姑娘谈生意的,要不咱们移到铺子里说话。 钟掌柜这是养尊储又惯了,这点路就喘得这么急。 哎哟,宋姑娘说笑了,这边请。 钟掌柜微微有些尴尬,不曾想,宋臣竟然看得这么透彻。 的确,今天一早,他就派了人在杂货铺这边守着了。 宋臣什么时候到,他都一清二楚。 可他不想这么快跟宋臣去谈,或者说,他想让宋臣主动来找他。 结果这一等,宋臣就打算回去了。 钟掌柜急了,只得亲自跑去找宋臣。 他想着,他要回去就要出城。 转了一圈,下面的人才说,他是在回春堂。 宋臣一圈。 继续。 最后,我开门。 继续。 然后,我可以让你尽力。 继续。